这是一台超级变形金刚 它前脚跨出 踩在前方的桥墩上 悬在空中的身躯 将运量台车上的1000吨巨大香梁轻松吊起 并缓缓向前移动 轻轻放在十几米高的两个桥墩之间 像拼金木一般搭建起一段段高铁桥梁 它就是中国制造的世界首台千吨级架桥一体机 昆仑号 那么这么大的家伙 到底是如何工作的呢 这里拿福夏高铁举个例子吧 福夏高铁是福建省首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 全长278公里 建成后福州至厦门的行程虽然至一小时内 其中一段是要建设梅州湾跨海大桥 它总长14.7公里 海域部分长10公里 并且这种大桥使用的桥梁可不一般哦 它是1000吨重40米跨乡梁的专用桥梁 一架波音747科技的重量大概是200吨左右 1000吨也就相当于5架波音747的重量了 而为了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建设者们使用了我国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台千吨级架桥机 昆仑号 它拥有88个巨型轮胎 一个轮胎比人海高 那么这么大的家伙是怎么工作的呢 首先施工人员会在桥墩下面对它进行相应的组装 就像组装玩具一样 组装好了会使用吊销把它吊上去 同时吊上去的还有700吨的桥梁 并且老老的把它放在架桥机的肚子里面 然后架桥机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它会在桥墩上行驶一段距离 然后放下一只可折叠的机械腿 用来起到支撑的作用 最后在后车和这只机械腿的作用下 桥梁会被安放在两桥墩之间 而这个位置也不是乱放到 是要安放在桥墩的指定位置 并且桥梁误差必须控制在一公分以内 为啥要这么精准呢 我们知道高铁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500公里 所以呢这么快的速度对桥面平整度要求极高 如果桥面稍微有不平整的地方 高铁很容易发生事故 并且这么精准的对接 只能靠现场施工人员的经验来控制 所以你会看到在架桥的功能中 桥墩上面有很多工作人员 在不断地进行位置修正 要知道这么重的桥梁 要搭建在桥墩上 一点点失误都不允许的 看到这里的观众老爷们 肯定会有疑问了 那这玩意儿的科技含量高不高呢 小心想说 千万别小看这个架桥机哦 其实它有很多组成部位 比如起身装置 驱动装置 运粮装置等等 作业工许多 说它是大型复杂设备 一点也不假 尤其是这个昆仑号架桥机 就更厉害了 相较于之前的架桥机 昆仑号可以同时兼容 24米 32米 和40米跨度的高铁 香凉施工作业 多么也从900吨提升至1000吨 也就是说 一台昆仑号可以挺三台传统架桥机 这样一来可以减少约20%的 量驾驶成本 同时昆仑号还具有智能技术 相较于传统架桥机 必须拆装好才能通过隧道的方式 昆仑号可以自动过隧 无需拆装 并且可以自动将大量运输通过隧道 并精准地放到合适的位置 桥梁架设速度提升了25% 这其中节省的时间 好不夸张地说 足够可以架设完成一座 400米长的高铁桥梁 但是呢 你要是把这台设备的每个零件都拆了 每个细节都敲下来 山寨一台架桥机 对自己工业大国来说并不难 反正总不至于比造航母还难吧 这么说起来 好像要没啥值得自豪的了 但是为啥只有中国拥有千吨级的架桥机呢 小齐分析的还是因为需求导向 中国拥有14亿人口 有了这颗蓝色星球上最旺盛的工业需求 这无疑催生了很多应用技术 甭管是山寨技术还是原创技术 只要短时间内能拿下来的 基本也全拿下来了 并且在某些领域 可以与外国头部玩家平起平坐 甚至还可以作为领跑者 美国想要山寨我们架桥机技术并不难 难的是背后的工业需求和工业体系 所以需求和汽水的完美结合 比战时的技术领先更加重要 最后小剑想说 随着中国基建的快速发展 尤其是高铁建设的逐步完善 对于架桥机的需求也是越来越高 这里由于这类大国重器的成功研发 为我国桥梁的建设节省了大量时间 人工成本也因此大大减少 就比如中铁科工集团 他们研发生产的无数装备 参与完成了我国12.7万公里铁路中的8成左右 包括绝大多数高铁项目的铺价施工 除了设备呢 还有无数的建设者们参与其中 所以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这是中国自主锻造的一个直径16米的金属货大圈 直径16米的圆是个什么概念的 如果每个1.5米占一个人 你们装了150人还绰绰就余 并且它可以支撑7000多吨的重量 这大概是35架波音747科技重量的物体 有意思是 它同时也是实际上最大的钢圈 并且也是咱们的国的重器 那么问题来了 这网约是用在什么地方了 造一个这样的大钢圈很难吗 平行吗 它能被称之为国的重器 在说这个金属货大圈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核电站那些知识 现在最普遍的核电站为压水堆核电站 压水堆简单来说 就是使用高压力的水冷堆 而福岛核电站属于现在已经没人用的 单层循环废水堆 废水产生的蒸汽用来直接推动气轮 不像压水堆那样 由蒸汽发生器做隔离 它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 首先用又制成的核燃料 在反应堆内部进行核裂变 并释放出大量热能 然后再在高压的水循环冷却下 热能被水带出 在蒸汽产生器内生成蒸汽 最后使用高温高压的蒸汽 推动气轮剂 进而推动发电机发电 除了核反应堆 还有一些类与之相适应的配套设施辅助发电 例如主泵 稳压器 蒸汽发生器 气轮发电机 安全壳 应急冷却系统等等 这其中有个最关键的部件 就是一个直径达到15.6米的 巨型不锈钢的支撑环 简单来说 它是压力容器的密封圈 主要用来密封和物料的 同时这个环本身 它要支撑的堆容器 7000多吨的重量 对核电站建设来说很关键 以往古外的做法 就是把它做成6板或者8板 分别制造 然后再组合焊接在一起 但是这样的做法 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在焊接位置存在的安全隐患 于是咱们的团队创新地使用了 一体化金属锻造技术 也就是整个构建没有一条汗缝 这样做有两点好处 一是提升安全性 可靠性 另一个就是减少了复杂的焊接操作 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制造成本 那有钢筋会说了 造一个大钢圈很难吗 哎 确实很难 我来给大家详细聊聊 中国有句古话 功欲善其事 必先累其器 那么对于这个巨大的呼拉圈来说呢 首先就是材料方面 目前压力容器大段剑所用的材料都是低合金钢 并且这种钢对化学成本有了严格的要求 比如碳 蒙 涅 还有其他各种元素 它们的占比又放多少合适 这个要进行不断的实验才可以 其次配方弄好后就可以开始演练了 但是随着段剑尺寸及重量的增大 其段剑所需钢定的重量也在不断变大 钢定就是我们将铁水浇注到一个钢定膜内 冷却凝固之后得到的 那多准备点铁水不就可以了吗 其实没那么简单 随着钢定重量的增加 对多包合胶技术 反偏息补偿技术 夹杂物气体元素 及有害元素的控制技术等 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常常加大了演练难度 演练完成后 接下来就是锻造工作 锻造简单来说 就对金属在高温下进行反复变形 这样可以使其获得更致命 更细小的组织 同时还可以提升材料的强度和韧性 而这就对锻造成型控制 工装辅具设计 以及制造硬件的设施 比如压机 操作机 行车等的极限能力 均提出了新的挑战 锻造难度明显增加 尤其是这次还采用了一体化技术 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那咱们的工程师是如何做到的呢 工程师们是采用58块 幼稚的粘柱P作为购注的机缘 就像盖房子砖一样 先把它表面加工打磨干净 然后像叠基木一样 一层层叠起来 叠到差不多有四层楼这么高 接下来就是把它们 推到真空室内进行电子输风焊 使其加热到1250摄氏度的高温 进行大的变形 最后才进行多项锻造 使其内部的组织更加均匀 然后就是冲孔 扩孔 还有扎环工序 等这些都完成后 就可以把它放大到一个超大型的扎环机上 进行扎环成型 最终就形成了这么大的钢圈了 而铸造过程还不是最难的 最难的是金加工 那么制造这个巨大钢圈的意义是什么呢 小金觉得呢 这是一个国外不敢想 我们敢想 国外没有做过 我们先做成的一件事情 中华民族从来都是勤劳聪明的 一个聪明的民族 从错误和灾难中学到东西 会比平时多得多 那些善于从磨难中总结教训 汲取智慧力量的民族 必须变得更加坚韧 最后呢 作为外号 咱们真的很难用苍白的言语 去描述它的震撼 向创新者们致敬 中国为何号称极简狂魔 答案有很多 但最关键的是 全世界最难造的桥都被中国造了 而且无论从桥梁高度 长度 还是技术难度上 中国的桥梁技术都挽保西方国家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我们的桥梁建造技术 早已输出到国外 就如同美国像全世界输出芯片一样 在美国就有这么一座桥 它豪自无败亿元 每天约有24万辆车次通过 却是由中国称建的 那么问题来了 这是座什么桥 美国自己建不了吗 为何只选中国来建造 就今天奥克兰海湾大桥 位于美国的西海岸 它连接了美国就临向于奥克兰 这座桥于1933年开始动工 1936年11月正式通车 是世界上跨度最大的桥梁之一 大桥由东西两部分组成 西桥是一座由四座苏塔组成 拥有六个桥跨的悬索桥 而东桥则是一座悬壁桥 在1989年 周丁山发生6.9级大地震 导致海湾大桥东桥损坏 坏了怎么办呢 那就修呗 但是美国人认为 如果维修需要很强时间 而且城门也很高 所以不如造一座新桥 于是在2006年 美国开始在全球竞标 总投资72亿美元 寻找该大桥的陈建商 以当时的汇率来计算 大概相当于有外亿元人民币 当然这种肥差怎么可能便宜外人 一开始美国是想让国内的企业来接受 不放心外国企业来建造 但是美企表示 不是我不想要这个钱 关键这个造桥难度太大了 完成不了呀 最后还是有上海振华中工获得中标 对 就是那个曾经让奥巴马总统演讲过程中 尴尬的振华中工 这次振华中工的中标具有很大的意义 这是美国钢桥建筑史上 第一次将质量要求极高的钢构 全部交给国外公司承造 同时也是中国制造业 首次承担如此复杂大规模的 桥梁钢构的建造 具体有多难呢 工程用到的钢结构高达4.5万吨 尤其是重达1.3万吨的单塔柱 要支撑全桥7万吨的重量 抗争设计为8级 实施借桥梁抗争之手 双向12车道 重点一条自行车专用车道 桥面宽达70米 根据吉尼斯世界记录 这是目前实际上最宽的桥梁 该桥东段最宽处为78.74米 设计每天车流量将达30万辆 也是世界桥梁通过能力之手 以当时的技术 项目工程难度也算是达到最高了 除了这些以外 美国还对中国提出了许多凋量性要求 比如在美国施工 电汉工必须取得美国汉洁协会的技术认证 也就是说技术过硬还不够 英语也好 但是真华真工还是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再比如这座桥的塔身 是由四根不等边五角形钢柱和粘锡横梁组成 采用双汗结构 索用最大板后达100毫米 长50米 汗称五变形后重量达1300吨 如何防止后板汗积变形 以及不出现裂纹 这都是世界造教史上的顶级难题 大桥建成以后 还要通过美国严格的检测 美国使用的是最顶级的相控阵基础检查 该检查基础将汉丰的平面检查 升级为三位检查 可以说检查更为严格 并且最夸张的时候 当一个中国汉空作业时 背后甚至跟着10个美方的 汉界建立专家 要求百分百浮减 经过一毫米两毫米 这样一个个点的浮毯 即使这样 咱们钢结构也全部顺利通过测试 甚至都高于美国汉界协会的桥梁规范 比如乔塔加工的精度 美国人要求确确度为2500分之一 而我们将精度提高了一倍 达到了5000分之一 提出了要求越高 咱们有实力都不怕 甚至最后完工的精度比要求更高 不仅如此 中国的一些大型设备要组装好 再运到海湾大桥 首先要经过金门大桥 但是金门大桥的高度 不允许通过怎么办呢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中国工程师测算了海水的涨潮 落潮的精确事件 在那个季节最低的潮点 把货轮开了进来 离金门大桥就差几米的高度 这样的事情只有中国人有这个胆量 更令人惊讶的是 海湾大桥项目工程 从2006年开始施工到2011年进到完成 振华还提前五个月完成了 并且各项指标完全符合美国业主的要求 可以说这个工程 好好展示了咱们极简矿模的实力 说到中国桥梁自身的发展 小金首先就想到 石建于公元605年的赵州桥 作为屹立1400多年斗不到的石桥 它剪桥式的力学计算非常精准 加股方法也十分妥当 而且造型还优美 功于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要知道在中国古代 城中的石材想要稳定力学结构已经很不容易了 而且还要在后世的石桥墩上 镂空出一个卷拱 那更是难上加难 赵州桥的修建 无疑是中国桥梁工程史上的一大突破 再比如说 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桥的武汉长江大桥 据统计自1957年10月15日建成通修以来 武汉长江大桥虽经历七次较大洪水 七日七次轮船撞击 但至今仍十分健康 它可以算是一个从半个多世纪前 举全国之力建成的杰作 当时的新中国刚成立没多久 可以说是百废贷心 在这个困难时期 咱们依靠一大批有专业水平的技术人员的风险 以及苏联专家的指导和帮助 才能建成这样一座在当时堪称世界水平的桥梁 自此一桥飞下南北 天前变通途 中国人千百年来在产量上修桥的梦想得以实现 再到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南清长江大桥 垂直高度达565米 世界第一高的北盘江大桥 以及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港珠二大桥 这背后不仅仅是由于中国制造出了更多更厉害的大型设备 也和技术上的创新密不可分 依靠这些独门绝技 才能让中国的工程师更有信心 去挑战从前难以征服的自然环境 也能将跨越天下的能力无端提高 纵观世界桥梁建设时 上世纪70年代以前要看欧美 90年代看日本 而到了21世纪在看中国 对于中国来讲 没有哪种桥梁是不能建到的 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桥 因为我们有就这颗蓝色星球上最庞大的需求 中国67%的陆地面积都是山底 丘陵和高原 各处都有巨型山脉 特别是西南地区几乎全部是山地 那里河流众多 流域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河流 就有1500多条 想要发展就必须跨越这些山川河流 而在这上面建设桥梁 便是最便捷的方式 从2015年到2020年 中国的交通运输投资预计超过15万亿 有相当一部分用于桥梁建设 这首先得益于政府的巨大投入 桥梁往往由政府主导投资 配合银行贷款 这样保证的可行性 绝大多数超级桥梁 都由具备国有背景的企业实施 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特别是那些时空难度极大的桥梁 通常只有国有企业才敢于承接合同 为啥呢 因为它们有较丰富的经验和实力 中国不仅仅在国内修建了很多大桥 在国外咱们也没闲见 世界上最高的桥梁中 前十名中有八个属于中国 世界排名前十的跨海大桥 中国有五座 世界排名前十的斜拉桥 中国有六座 世界排名前十的悬索桥 中国有七座 如果按照大桥长度排名 世界排名前十的大桥中 有九座都在中国 而前一百名中 有八十多座桥梁属于中国 可以说今天的中国 在桥梁建设方面早已经一记决成 而未来我们自己保持的记录 还在不断的刷新中 中国桥正在成为一张张闪亮的中国新名片